詹姓高中生一次遭到母親虐死的案子 那麼這個日月民工的創辦人陳曉明 到現在都還沒有露面 而目前的最新的訊息是 為了要釐清詹姓高中生遭到虐死的疑云 所以彰化地檢署 在剛剛借提了詹姓高中生的母親 請往台北住處 搜索任何參與了日月民工的證據 而要釐清的就是陳曉明他是不是有涉案 而目前的最新情況 我們要請朱顯明來告訴我們 好 但你了解到了目前 這個張新高中生的母親黃昏雀 她是被留在彰化地檢署裡面 進行進一步的約談 而稍早時候他們被借提出的看守所之後 她是先前往了彰化的黃昏雀的住家 來進一步搜索說了 到底當時是如何加入日月民工 以及跟所謂的陳曉明之間的一些單據 或者是繳款的收據之類的 而之後更是進入到了 這個另外高中生的住處的房間裡頭呢 到底高中生曾經的針對這個日月民工 有沒有寫下任何的東西表達不滿 事實上這一次的這個借提搜索 也是檢方這幾天以來 第一次有大動作呢 到看守所來借提這個黃昏雀 而事實上這個借提的動作呢 就連這個詹爸爸以及的詹姐呢 都不知道 檢方在的偵辦進度是完全的保密了 不過根據了解說呢 先借提這個詹媽媽的出來的 進行進一步了解的 接下來下一步呢 算是目前的陳曉明呢 是列為證人的身份了 不過呢 逐漸收網之下呢 這兩天可能就會採取進一步的動作 而到目前為止呢 這個詹姓高中生呢 他的母親呢 黃昏雀人士就留在了 彰化地檢署裡面呢 檢察官正在約談當中 主播 好 謝謝顯明 那麼目前檢方最新的動作呢